學生拿刀砍伐木材 親身體驗生活 這是由高師大原民專班師生跟台研所學生 來到巴南誇部落中小學 了解現行原住民教育型態進行文化體驗教學 這一所學校的實驗教育特別貼近 最一般的那種自然生活 就是不會太刻意為了找回文化 所以我去做文化 就是有一種就是我平日這些就是我的文化 沒有再刻意的那種感覺 原住民實驗教育其實沒有我們想的這麼的順利 跟那麼的簡單可以去完成 才看到真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 他們文化是多元的 因為我覺得文化是需要被傳承 然後是需要被看見的 製大原專班主任強調 如何把原民元素帶進教育現場 而非停留在教科樹上的學習 是相當的重要 現在因為原住民學生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原住民的實質培育生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我們現在在跟原民會會教育部有在談民族實驗教育這一塊 我想我們會再跟校方再研 再研理一下 如何在實質培育這一塊 加入更多的原住民教育 透過校長理念分享跟我們文化老師對於一個 不能文化生活的課程上面設計 跟我們現場老師們的一個實際操作的過程 然後也是可以算是一個經驗的一個交流 也希望他們未來就是有一些學生在做未來課程設計 在做一些文化課程跟 在做傳統文化跟多元文化課程設計的時候 可以對他們有一些幫助 除了參訪實驗教育 他們也參訪大五龍族日光小林社區 認識在地平埔文化的維護跟延續 透過實驗教育認識文化歷史背景 希望未來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教育模式 培育原住民族教育人才 原來新聞Docuse高雄山林採訪報導